面对着灵患乳癌的姐姐苏珊G Coleman Nancy G. Brinker 在姐姐临终前许下了承诺 于1982年成立了苏珊G Coleman 苏珊36岁因乳癌病逝 在临终前 南希向她承诺 将近一切努力终结乳癌 让乳癌这个疾病在世界上消失 如今 Coman已经成为乳癌幸存者 与乳癌防治团体最活跃的组织 并极力支持医疗科学研发 期望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永远终结乳癌 不分年龄 性别 社会经济地位 或居住地区 任何人都有可能冥患乳癌 和大部分女性一样 或许您也会担心自己有冥患乳癌的风险 这也难怪 因为在美国 每年有超过20万人被诊断出冥患乳癌 大约有4万人死于乳癌 虽然乳癌的确实病因还不清楚 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冥患乳癌的风险 而且乳癌的风险会随着年龄而增加 然而庆幸的是 美国现在有约 300万乳癌幸存者 若能早期发现 在乳癌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前就开始治疗 那么就有更多治疗方式可以选择 存活机会也会大大的提升 Colman的使命是拯救生命和终结乳癌 我们期望通过赋予病患支持的力量 确保所有病患的医保质量 以及鼓励科学界找出治疗乳癌的方法 来达到目标 Colman相信下列乳房自我认知的资讯非常重要 这些资讯能帮您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了解您的风险 接受筛减 了解自己乳房正常的状况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下是您应该知道的讯息 了解您的风险 与家人讨论 以了解家族乳癌相关病史 与医师讨论 您个人您患乳癌的风险 研究学者发现许多可能提高乳癌风险 以及可能降低乳癌风险的因素 这些因素中 有些对乳癌影响很大 有些影响较小 然而我们仍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令某人与某时 您患乳癌 这可能是多种风险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中很多因素仍不明朗 目前我们知道 若有乳癌的家族时 无论是父方或母方家族 都会增加个人您患乳癌的风险 随着我们更加了解 家族中其他癌症或状况的病史 对个人风险的影响 家族病史对乳癌诊断 可能会变得更重要 但是我们也知道 多数乳癌患者的家族中 并没有其他人得乳癌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请与医疗人员讨论您的家族病史 以及您个人的病史 以了解您的乳癌风险 接受筛减 如果您属于较高风险的族群 请请问医师何种筛减最适合您 如果您属于一般风险 请从40岁开始 每年接受一次乳房X光检查 从20岁开始 至少每3年接受一次 临床乳房处诊检查 40岁开始则每年一次 如果您属于较高风险的族群 请请问医师何种筛减最适合您 并询问您是否需要在40岁以前 就开始接受乳房X光检查 或是MRI等其他筛减 一般风险族群的妇女 自40岁起 应每年接受一次乳房X光检查 乳房X光检查 可以检测出非常细小 甚至触摸无法感觉到的肿瘤 当您要去接受乳房X光检查时 请尽可能携带之前拍的乳房X光片 若您有任何疑虑 或是发现您的乳房有任何变化 请务必告诉乳房X光检查人员 检查过程中会进行乳房挤压 可能会令您不舒服 但一般不会太疼痛 而且过程只需要约一分钟左右 若您担心会有不舒服的问题 请告诉检查人员 它会尽量让您舒服一些 但是适当的挤压是必要的 这样才能保证影像准确 筛检用的乳房X光检查 每一边的乳房各照两张X光片 一张由上往下进行摄影 另一张由乳房两侧往中央进行摄影 乳房X光检查使用的辐射剂量很低 而且早期检查乳癌的益处 远大于辐射线的害处 同样的检查程序 必须两边乳房各进行一次 整个检查过程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就可完成 若两周内未收到检查报告 请与您的医师联络 有时医师可能会要求您回诊 不拍几张X光片 如果有这种情况请不必紧张 有时可能需要在特定部位多进行几次摄影 以取得更清晰完整的图像 您应定期接受专业医护人员的临床乳房处诊检查 从20岁开始至少每三年一次 从40岁开始则每年一次 一个彻底的筛检 应包含您的个人病史与家族病史 以评估您个人您患乳癌的风险 医师会为您检查乳房的外观 在检查乳房与臆下 有时临床乳房处诊可摸到肿瘤 但乳房X光检查却看不到 乳房X光检查与临床乳房处诊检查可以互补 对于40岁以上女性而言 是很重要的筛检工具 应每年进行一次 了解自己乳房的正常状况 每位女性出现的乳癌症状不同 大部分女性会把乳房出现整块 与乳癌联想在一起 然而外观上的变化 也可能是乳房出现问题的最初症状 您应该要了解自己的乳房 平常的外观与感觉 发现变化时才能告知医师 如果发现乳房出现下列任何变化 请与您的医护人员联络 乳房或腰下部位有硬块硬结或变厚 乳房肿胀发热发红或颜色变深 乳房的大小或形状发生变化 皮肤凑险或起皱 乳头骚痒疼痛或乳头周围出现疹子 乳头或乳房其他部位出现拉扯感 乳头突然开始流出液体 某部位新出现持续性不会消失的疼痛 有些方式能帮助您降低乳癌风险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维持健康的体重 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 节制饮酒与使用停筋后荷尔蒙 尽量普味母乳 研究显示 成年后体重增加会提高停筋后您患乳癌的风险 所以要随时维持健康的体重 研究易显示 维持经常运动的习惯 能降低停筋前后赴您您患乳癌的风险 所以应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 许多研究发现 饮酒后会增加您患乳癌的风险 且喝得越多 风险越大 所以应节制饮酒 若您考虑停筋后补充荷尔蒙 尤其是雌激素加黄体素 请与医师讨论 其利弊得失 研究也发现 铺乳可协助预防乳癌 特别是停筋前乳癌 请尽量铺味母乳 请记住了解您的风险 接受筛减 了解自己乳房的正常状况 并选择健康的生活习惯 能降低您您患乳癌的风险 叩门致力于营造一个没有乳癌的世界 乳癌是一种全球性的疾病 乳癌是最常见的癌症 也是全世界女性主要癌症死因之一 Colman作为全球乳癌仿治运动的代言人 在全球各地有数十万幸存者与倡导者 这些人正不断努力 以确保所有人能得到需要的医护 奔向康复 Susan G. Coleman Race for the Cure 系列活动是全球最大 也最成功的乳癌教育与募捐活动 每年Colman的支持者 均通过类似的活动 动员数百万人参与乳癌防治倡导运动 感谢所有慷慨的捐赠者 企业合作伙伴和全球的支持者 自1982年以来 我们已投入超过20亿美元对抗乳癌 请到我们的网站Colman.org 浏览更多信息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乳房健康信息热线 1877-GO-COLMAN 1877-465-6636 本影片制作于美国 目的在将重要的乳房自我认知资讯 传递至华语地区 我们期望所有女性都能因此受益 影片当中 在词汇、方言、风格、口音或声调 以及文化方面 若有云林的社会不同之处 尽请见谅 请您着重于影片内 能影响您的族群女性 健康的重要信息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